各位姐姐 你们好 来啦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九年二班的游东浩 今天 在这个地方 我想给我妈妈一个交代 大约 大约是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的爸爸因为生病 永远都离开了我们 当时的我很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爸爸前几天还好好的 忽然之间就离开了我们 更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我想着想着 我发现 其实人最后的结果都是死亡 那么既然这样 早死一点还是晚死一点 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尝试了自杀 这一到八 就是我做这件傻事的证明 幸运的是我的妈妈及时的制止了我 随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的给我劝导 但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放弃了 因为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 人为什么活着 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我的妈妈早出晚归 每天去还爸爸生命的时候欠下的债 那一段时间如果 每天的生活费是两百块钱 她可以用一百九十块钱来满足我 剩下十块钱 勉强地满足自己 在这个假期 我给人家去刷了半个月的碗 洗了半个月的车 我发现挣钱很累 但是我更发现的是 我妈对我的爱真的很深 即便挣钱很累 她仍然愿意 用她自己辛苦挣她的钱 笑着去满足我的要求 人为什么活着 后来我认为 是为了责任 妈妈 今天站在这里 我想对你说 您前半辈子的路 走得太辛苦了 后半辈子 我来和您一起走 我会用一只手紧紧地抱着您 用一只手从您的羽翼中伸出来 来保护您 好不好 好 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 谢谢 谢谢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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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了 真的非常地感谢这档节目 这个孩子对我说的话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的 你能突破你的内心 讲出来这个事情 你真的很勇敢 我很为你骄傲 妈妈真的很感谢你 这一生成为我的儿子 你的幸福和快乐 就是我追求的奋斗的目标 相信我 您的幸福和快乐 也是我追求的目标 相信我 我总有一天我可以做到的 好 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